降温了,五类疾病最伤身 医生提醒,五类疾病,冬天容易发作 赵先生今年52岁 前几个月运动后发现腌部,胸部不舒服 不过后来症状缓解了就没当回事儿 担心再次出现之前的症状,他便不再剧烈运动 选择散步慢走,不过却出现了胸闷 憋气,腌部不是等症状,但他还是没放在心上 之后的一天吃饭时,赵先生又出现了胸闷 憋气,烟部紧缩,胸痛等症状 但他想着自己躺惠儿就好了 休息了一惠儿起床上厕所时,他突然无法站立 急忙让家人拨打了急救电话 等到送到急诊抢救时 医生发现是心梗所致的心原性休克 由于送医不及时,已经没有救治意义了 心梗作为一种轻则致残,重则致死的疾病 危害到很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定要重视心梗的求救信号 心脑血管疾病是中老年人当中常见的一种疾病 每年有150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位列我国各大死因之首 而心梗在冬季高发 心梗是由于冠状动脉梗梗族所致 多数是由于动脉周样硬化 斑块破裂后形成血栓 血栓影响了心肌攻血 从而导致心肌坏死 心梗的发病原因有很多 像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 心理因素及周样斑块的形成与破溃 都可能会诱发心梗 山西省中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谢学虎介绍 冬季天气寒冷干燥 低温会加速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上升 心脏负担变重 引发血管症挛 就可能会增加心梗风险 另外 冬季天气寒冷 人们饮水量变少 血液粘稠度增加 也会增加心梗发病风险 武汉协和医院医生苏冠华介绍 心梗发作前可能会出现下面几种症状 一旦出现要提高警惕 尽快就诊排查 嗓子难受 好端端的咽喉部有稍着痛症状 喉部发紧 同时伴有憋气、胸闷、大喊等症状 要小心心梗作祟 持续后背痛 部分心梗患者疼痛可能会放射到后背部位 导致有持续性后背疼痛症状出现 牙痛或下颌痛 有些心梗患者还可能会有牙痛、下颌痛 同时伴有肩膀痛、冰死感、胸痛等症状 上肢和左肩痛 部分心梗患者左侧肩膀或手臂内侧出现顿痛症状 还可能会有小指、无明指疼痛感出现 长期恶心呕吐 心梗来临 心肌缺血可能会导致胃肠道功能异常 导致恶心、呕吐等症状 持续性的恶性呕吐等症状 要警惕心梗 胸痛、胸闷、大喊 胸痛、胸闷 就像胸口放置了大石头一样 有焦虑、恐惧感 上腹部疼痛 上腹痛疼痛但服用解净药物或护卫药物无效 且疼痛多发生在活动或劳动后 要警惕急性心梗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赵经解释 冬季猝死事件高发 受寒冷刺激 人体胶感神经受刺激 会影响重要器官的血管收缩 影响心脏兴奋性 导致耗氧量增加 如果本身患有心脏疾病或过劳后 很容易诱发不良心脏事件 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雄鹿提醒 心脏不喜欢冬季 冬季心脏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 血脂升高 心脏感染 血压波动大几个健康砍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诚提醒 冬季天气寒冷 要避免这几件伤心事 避免酒欲 冬季洗澡要避免时间过长 水温不要太高 以免因缺氧引发心脏不适 甚至导致意外事件 避免早出 冬季晨起天气寒冷 空气含氧量低 不适合过早外出沉淀 以免导致血液供氧不足 增加心脑血管意外风险 季大补 冬季虽然适合进补 但要避免大补吃多了高脂肪 高蛋白的食物 可能会增加心血管压力 既着凉天气寒冷会引起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上升 一旦着凉就可能诱发心血管意外 秋冬天气寒冷之际 除了心病之外 下面这几类疾病也很容易发作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 脑中风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怡经介绍 天气寒冷温差大 会导致血压突然上升 更容易被脑中风盯上 建议出现一侧肢体发麻无力 口眼歪斜 言语不清 眩晕呜吐等症状后 要提高警惕 及时就医 二 肺炎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强提醒 天气寒冷要小心肺炎 老年人被肺炎盯上后 还可能会引发脑梗 脑宫血不足等疾病 平常要做好感冒的预防 并及时就诊治疗 三 哮喘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朱小丽介绍 气温突然下降 哮喘 慢阻肺 慢性支气管源等疾病 很容易反复加重 建议体质差的人冬天少出门 并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四 肠胃病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陆丰林表示 天气变凉后胃肠道疾病高发 很容易引发胃溃疡 胃静卵 胃肠炎等 建议胃病患者要注意保暖 多吃点养胃暖胃的食物 五 关节炎 骨科主任医师温建民表示 关节炎在天气寒冷时 很容易复发加重 天气冷了要注意互吸互肩 或可通过热敷缓解关节疼痛 六 风湿病 在寒冷的刺激下 肌肉受到低温的影响 粘质性增大 兴奋性会增高 一使肌肉发生强质性收缩 影响关节的功能 引起关节酸痛 此外 突然降温时 寒冷刺激可使肾上腺素分泌增多 增多的肾上腺素 则可增加血液的蛋白粘度 引起滑液的粘度增加 从而增加关节阻力 引起关节疼痛 从而引发风湿病 预防建议 风湿病患者在冬天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保暖 特别是病变位置的保暖更加重要 对于风湿病患者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加强锻炼 但不能进行过激的运动 如饭后半小时出去散步等 要注意劳逸结合 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 以增强身体素质 提高免疫力 达到抗预风寒 抗病 预防控制感染的目的 心梗是一种致残率 致死率都很高的疾病 平常一定要做好预防 一旦出现疑似心梗症状 最好及时就医排查治疗 天气寒冷时 更要注意预防心梗 哮喘 脑中风 肺炎 肠胃病 关节炎等疾病 预防建议 胃病患者到了这个季节 要特别注意保暖 根据气候的变化 及时增减衣服 防止腹部受凉 在饮食上也要注意暖胃养胃 多喝些热水 少吃冷食 按时吃饭 strike 揭